随着我国的经济和技术不断发展 我国的自主汽车品牌现在也开始纷纷崛起 而比亚迪确实可以说是其中的佼佼者 比亚迪不仅自主创新能力强 掌握着核心技术 而且在新能源方面更是处于领先地位 就在前不久 新一代唐的设计理念发布会成功召开 比亚迪再一次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 唐这款车对于比亚迪是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的 它代表了比亚迪超级电四驱系统的成功 也让国产SUV的百公里加速时间能够进入五秒俱乐部 在世界上都排得上号 而第一代唐的外观和内饰一直以来被人们所诟病 不过新一代的唐将不再有这两处短板 新一代唐采用了全新的龙脸设计 由前奥迪外观设计总监艾格亲自操刀 新一代唐的外观可以说非常成功 完全没有印象中国产车要么严重山寨痕迹 要么就过了个感觉 新一代唐整体外观非常大气时尚 设计很成熟 连一直被吐槽的汉字logo都非常和谐地融入前脸 至于内饰设计科技感爆棚 一块超大尺寸的中空屏幕据说还可以旋转 而且几乎没有物理按键 非常有未来感 新一代唐应该是目前比亚迪的旗舰车型了 动力方面相比这一代肯定会有所提升 有望突破4.5秒 而比亚迪的王朝系列 目前已经有唐 宋 元 琴 除此之外 还有一款确定为大型MPV的商 以及新能源超跑汉 而明目前没有确切消息 王朝系列刚好期款 不知及其这七颗龙珠比亚迪能否召唤神龙造成涅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